华晨鱼 关注过我在前阵子的发文的朋友应该知道 当然但愿是启人忧甜吧 这几天传闻疑似华晨鱼的经纪人王贵红录音曝光 指责华晨鱼不注重自身健康 故意给公司制造麻烦 直言三观正不正与红不红没关系 还有针对粉丝的一些言论 诸如指责起脑残粉 养骨为患等等 一时间在网络上先一阵黄蜂巨浪 这让我的担忧变得越来越真实 纵观中国近十多年来 从最初超级女生横空出世 到快乐男生到中国好声音 家有好男儿再到目前较为火的明日之子 中国有嘻哈等等的选秀节目 有一个事实不容反驳 那就是就目前中国的音乐市场上的新声代 有实力且兼具市场号召力的歌手 绝大部分的都是从湖南卫视 从天余传媒走出来的 这是事实 无论粉丝们如何喷都改变不了的 别的卫视台 别的经纪公司 难道就没有优秀的艺人吗 其实唱得好 有实力的从来不缺 但是后期的培养 持续的打造才是关键 当年的央视一家独党 手中掌握着的优秀资源 对比地方卫视台和其多 梦想中国 非常6加1 星光大道党起单选秀节目 那也是火得一塌糊涂 可是问当年的全国总冠军 凶辱林 阿宝之流 还有多少人记得 反观一直以来被人喷的湖南卫视 天余传媒捧红的艺人一茶接一茶 很多人走红之后 开始攻击天余 认为天余压榨艺人 赚艺人的血汗钱 殊不知 一个素人培养成偶像明星 幕后的团队又付出了多少 非亲非故 如若没有利益驱使 谁相信 试问 如何判断一位娱乐明星是否当红 不就是行程爆满 邀约爆满吗 试问一个过气的明星谁会 请回到华晨宇事件本身 关于天余对他的行程安排是否合理 可就见仁见智呢 对于年初上湖南卫视歌手节目 粉丝说的最多的是华晨宇 是被抢逼参加 事实上歌手带给华晨宇的真的上吗 相信稍微理智的粉丝都应该知道 歌手并不是谁都可以想上就上的 有多少歌手打破脑袋都上不了 上歌手前的华晨宇和上歌手后的华晨宇相比 不仅仅的知名度的提升 对于他整个形象的提升 那都可以讲是质别 除了自身的过硬的实力 作为幕后推手的天余 实在功不可没 当然粉丝们认为华晨宇现在已经足够强大 是时候脱离天余的怀抱 但是恕我直言 以撕逼的方式离开天余 绝非明智之举 陈处称就是前车之箭 花花花晨宇 今天的一切乃之不易 作为一名理智的粉丝 叛花花与天余关系 能一如既往的双影 和能和谐相处 粉能友好和平 终于